打開手機熊貓外送APP 嚴選想叫的餐點 民眾正準備結帳時 發現好像怪怪的 因為結帳時多了以上平台費 他們應該又要針對會員 再推出一些其他方案 不然這樣對會員來說 感覺有點不太公平 既然不是給外送人員 我就會覺得有點怪怪的 但是我覺得沒有差 我還是會繼續使用 熊貓官方公開信件 為了指引營必要成本 現階段規劃六個縣市率先開辦 北北基美筆外送訂單多收五元 桃園和新竹縣市則多收三元 你既然長三塊錢的話 那客人也就是消費者 會對我們的要求更加的嚴厲 那三塊錢我們也不曉得 平台它是怎麼處理事 在合理的分配 應該是分配到外送員的身上 我們第一線面對這客戶 客戶一定會跟我們說 抱怨說這客戶 為什麼平台要加這個錢 六號才宣布起好就上路 但美筆訂單多收的平台費 去向為何熊貓沒交代 網路上泡聲隆隆 因為很多民眾付了月費或年費 成為會員 本來只要滿額就能免外送費 結果熊貓片面開徵平台費 讓不少付費會員氣炸了 紛紛向消保機關申訴 熊貓官方解稿前還沒有回應 只是突然開徵平台費 如果無法讓用戶接受 就發會員不滿訂單變少 平台賺不到錢 外送員也沒單跑 變成三書場面 三天新聞 林俊華張號一 鲁佩玉 基隆新竹採訪報導 鲁佩玉 基隆新竹採訪